于是尽照尹争议,低领衬衫大秀身材,却被吐槽,撞脸向左。 电影《风神》让男演员于是走红,他因拍摄该片进行了多年秘密训练。 近日他出席活动,长发和白色衬衫造型引关注。 网友认为他与向左撞脸,状态有所变化。 于是团队有意培养他走正具小生路线,须谨言慎行。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。 有用。 自从电影《风神》上映之后,影片中的很多男演员都小有名气了, 这部电影在上映的时候热度飞真的非常高,而且大家也都反馈, 很久没有看到过质感这么好的影片了。 影片中,整个剧组和团队以及所有的演员为了拍摄花费了很多年, 甚至几位主演都一直在进行秘密的训练, 这期间几乎没有接过其他的戏, 这大概就是大家一直所说的十年魔一剑。 好在最终呈现的效果真的非常好, 不仅票房很高, 演员们也都陆续走红, 尤其是男主演于是直接成为了当红流量。 其实在风神还没有和大家见面之前, 于是就以其他角色的身份和大家见过面了, 当时他与王一博一起合作主演了电影《长空之王》, 然而在宣传的过程中, 大家并没有太注意到这位演员, 也能够感受到角色的光环还是更重要的。 于是自从走红之后, 确实受到了更多的关注, 而角色给他带来了热度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争议, 包括他的恋情问题, 还有一些个人生活问题, 但好在粉丝们对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, 也没有因为这些问题受到太大影响。 近日,于是出席活动, 他的大量近照也曝光, 从照片中能够看出, 于是似乎又回到了当时拍摄, 风神的状态流起了长发, 而且这一次他的造型也非常有看点, 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, 但可以把领口露得很大, 也小秀了一把身材。 于是的身材是非常好的, 因为之前在拍摄风神的时候, 演员们都有非高强度的训练, 而且之前拍摄杂志的时候也有一些赤裸着上半身的镜头, 大家都能够看出他的身材还是很有优势的。 但看到于是最新的照片之后, 也有网友提出, 认为他和这一段时间在综艺节目中比较活跃的向左撞脸了, 两人都是留了长发, 而且发型也比较相似, 另外他们二人也都是属于面部棱角比较分明的长相。 还有一些网友提出认为于是最近的状态大不如前了, 此前拍摄风神的一些路透曝光的时候, 网友们都认为于是的外形是比较惊艳的, 而且是娱乐圈中没有带餐的存在, 但实际上风神已经是多年前拍摄的电影了, 经历过几年之后, 于是的状态确实有一些变化。 另外娱乐圈中男艺人层出不穷, 每播出一部剧就能够火出圈一位男演员, 所以网友们应该很难保持对同一位男艺人有足够久的新鲜感。 目前来看, 于是应该没有打算走流量的路线, 他没有在走红之后接一些热度比较大的古装剧, 或者是一些快节奏的电视剧。 此前有网传消息称, 于是很有可能参演接下来的红海行动, 如此来看团队有意将他网证据小声的路线培养, 而且他本身的外形条件也符合这一类题材。 如果真的能够走上这条路, 那么在他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, 就要更加的谨言顺行, 因为一旦有负面消息被曝光, 他的很多作品都会受到牵连。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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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